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2019年3月16日14点31分NBA台湾德恩记者陈元亭 综合外电报道NBA分享当家球星戴维斯安索尼戴维斯轮休缺阵下 后卫裴顿尔弗里德佩顿连三战脚出大三远 且前锋拦到狐狸耶斯兰德尔攻下生涯新高45分 提胡却仍然以110比122不敌拓荒者 提胡本场比赛与拓荒者奋战了前三截后气力放进 先是第三截后段逐渐被对手拉开领先差距 接住第四截前段稍有抵抗后又难挡拓荒者先发5人稳定发挥 分差来到全场最多的12分 比赛至此大势底定 利拉德达米安利拉德此意攻下全队最高24分 这让他生涯替拓荒者出赛累计得分来到12584分 超越爱德里奇拉马库斯奥尔德里奇原先排名第二的12562分 目前对时仅次于华翔翼崔斯勒克莱德德雷克斯勒的18040分 此外利拉德后场搭档麦凯伦斯追 迈克勒姆则有23分进账 胡德罗德尼胡德与康特恩斯卡特各获17分 而哈克雷斯莫里斯哈克利斯因西商缺席本场比赛 提胡方面 裴顿得到14分 16助攻与12篮板 连三 占夺的大三元的他也成为对时守卫达成此一成就的球员 他和保罗克里斯鲍尔也是提胡对时唯一两位累计大三元场数超过四场者 别人叫你买我们就是要送你四骑 因为今天是卢奇基迪啊 分享分享留言烈意